好就刚看到的青年杯继花莲太平洋射箭锦标赛 在永昌分校来举行 那么今年总共有超过19个县市300多队来较劲 比赛还没有开始呢就有学生是信心满满表示 准备了半年这一次一定要拿下金牌 瞄准再瞄准这是青年杯继花莲太平洋射箭锦标赛 在花莲圆域里国小永昌分校展开赛事 今年总计超过19个县市300多队 超过1500人同场较劲 比赛还没有开始就有学生信心满满表示 准备半年这一次要拿下金牌 有很大的机会 相信自己 就是目标是金牌 这阶段的目标 另外也有选手对于个人对抗赛非常的有信心 来自台东体中射箭队的阎摩西 希望能够突破自我获得好成绩 每位选手为了这场赛事准备了超过半年的时间 16天的赛事当中竞赛种类 有反驱攻跟复合攻 分为国中国小高中及大专个人排名赛 团体个人以及混双对抗赛 这场赛事也是即将到来的全中运前哨战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